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进入年底,又是派成绩表的时候 早前有年轻人视为长辈才会用的Y搜寻平台 公布今年的搜寻榜入围结果 出现了十分有趣的情况 男艺人以隔离台占多女艺人 TVB 占优的各有千秋 今天到另一个平台Google公布 结果又是满地花生 看到飞天爺爺很开心 这么多项目,头十位竟然 没有男团成员上榜 隔离台的剧集更加传数 未能打入前十大 我们先看看Google香港2022年度搜寻榜里的 热手关键字 第七位有男团演唱会 第八位美丽战场 另一项热手头条也出现了男团演唱会 相信是因为7月 男团演唱会出现严重意外所致 不见得是好事 飞天爺爺比较关注娱乐 转去看看与娱乐有关的排名吧 热手娱乐名人 前十名今年没有男团成员出现 排第六位有隔离台的女团 可能是年代效应 会否同样因为男团演唱会的意外 还是年初出道时草下来的成绩 热手节目结果才是一众网民的敏感员 因为十大里有六套TVB剧集 包括第一位美丽战场 第二位家族荣耀 第三位金萧大厦2 第五位铁拳英雄 第八位白色强人2 以及第九位超能试者 当中第六位 又在TVB翡翠台播出的内地剧集《上色》 隔离台今年重锤出击 男团丹戴琪主演的几套剧集 竟然是一套都没有打入前十名 热手本地热点及活动 提供了很有趣的资料 因为不涉及男团 不妨顺序由第一位开始数起 分别是 书展、林家谦演唱会、张敬軒演唱会、 故宫文化博物馆、 动漫节、科学馆恐龙展览、 会展站、海洋公园水上乐园、 中秋节、电脑节 当中出现两个演唱会 包括林家谦演唱会和张敬軒演唱会 可以肯定得出结论 男团演唱会出现热手关键字及热手头条 是因为演唱会跌电视的意外 事先声明 搜寻或网上多人谈论 是不代表受欢迎 无谓令人误会飞天爷爷搬龙门 所以打入搜寻榜 和受欢迎中间未必有等号 就算TVB大比数打入前十大 我都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及立场 我不改变而已 但不代表世人不改变 我们看看世情变改 报道一出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有什么反应 飞天爷爷去其中一个 超支持男团的港媒Fan Page 分享部分留言给大家看看 某台又会打丁了 不懂,未听过,才会去search 年轻人找东西应该直接 IG、Facebook找 Google未必适用 怎会Google节目的? 直接在旁台App看吧 我没用Google很久了 那我以后用YS搜寻的可信度高些 会不会是印度最受欢迎 入到热手有什么用 可以救到股价吗? Facebook、IG留言、like才见真章 实在太多不能进录了 刚才留言出现的隔离台 即是隔离台 我不想说全名 部分留言飞天爷爷是绝对认同的 某台又会打丁了 是的,我是TVB观众 看到是开心的,我承认啊 不认识、未听过才去search 讲对了一半 另一半是因为有兴趣 不认识、没听过 但不敢兴趣是不会去search的 年轻人找东西应该直接 IG、Facebook找 Google都未必适用 年轻人连Google都不适用 这个令我很震惊 Google有危险了 怎会Google节目呢? 直接在隔离台App看 相信是指不会用Google看节目正确 所以用Google搜寻节目相关的新闻和消息 收看节目当然不会用Google 所以这是搜寻榜 不是电视节目播放榜 我没有用Google很久了 明白的,这是个人选择 而我刚好相反天天天都用Google 我没有用Google很久 会不会是前一集 飞天爷爷提及过的否定法 即是很久没看TVB 未看的朋友不妨重温 我不希望有人跟我说 很久没看飞天爷爷了 不过有我都会高兴的 至少有人曾经看过 我以后用Y搜寻的可信度高 很多年前,编辑同事跟我说 读者只是想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Y平台早前公布搜寻榜 男团大比数胜出 所以结果令到男团的粉丝觉得公平、公正 很合理 会不会在印度最受欢迎? 玩手机有一个很大的弊病 就是会走漏眼 加上搜寻榜的名字真的有点长 产生误会都在所难免 全名是Google 香港2022年度搜寻榜 如果要反映印度的话 就会是Google 印度2022年搜寻榜 入到热手有什么用? 可以救到股价吗? 股票我真的不在行 TVB 是上市公司 有股价 隔壁不是上市公司 只可以看没有公司的股价 看看过去一年 隔壁没有公司的股价业绩 其实不是想像中那么乐观 不过不要緊 反正我又没有买股票 财经新闻也不觉得挺有趣的 Facebook IG 留言 like 才见真章 或者是所谓的网上多人谈论 我甚至看到有留言 收市不重要 口碑才最重要 如果口碑是可以换钱的话 我会认同 作为一间电视台 钱当然要过一切 即是你老板每天赚你赚到上天 你口碑再度 但是不出钱给你 明天你上班 很明显 这个平台的支持者 是不认同Google搜寻榜的结果 觉得很垃圾 飞天日夜 看看港媒的fan page 报道上一年 2021年Google同样搜寻榜 看看同一个平台 网民当时的反应如何 Google 香港2021年搜寻榜 结果很精彩 本地娱乐名人第一位 男团世一 第二位男团 第三位男团再世一 四人小男团排第七 严明熙排第八 2021年热搜节目 排第二 改编日本同志剧 隔离台选秀节目排第六 TVB《星空下的人衣》排第五 《易天奇岸》和《七公主》 分别是排第九和十 在翡翠台播出的内地剧集 《感心似玉》和《燕云台》 分别是排第三和排第四 总括来说 隔离台上榜男团有好成绩 看看一年前的留言 都是铺天盖地恭喜男团成员的留言 《荣登人气王宝座》 《人气高企》 《有目共睹》 《实至名归》 《隔离台》是赢的 《恭喜某某》 得到Google搜寻榜No.1之旅之旅 一片喜喜羊羊 人人都有称小风 或者这么说 这个世界一向都经常改变 有些事我们要向前看 即是你怎知道转个弯 可能又回回头呢?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事要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哈啰!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转角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channel 然后按大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